畫面中一名婦女拎著黑色蹄袋走出麵包店後 沒有留意燈號直接穿越馬路 但執行路口紅綠燈剛轉綠 所有車輛準備起步 一輛白色水泥車疑似視線死角 沒有看到婦女迎面撞上 意外瞬間發生 驚險車禍發生在13號早上10點多 這名59歲的謝姓婦女住在南投縣竹山鎮 秀船醫院附近 當時他買完東西準備返家 沒有走斑馬線 被綠燈剛起步的水泥車正面撞上 殘壓車輪底下 消防人員緊急出動 鄰近的秀船醫院醫護人員也到場協助 搶救人員趴在地面 用油壓檢頂撐重達43公噸的水泥車 增加搶救空間 並以電快確保搶救人員安全後 把婦女拖出脫困 婦女左臂及左腿有撕裂傷及骨折 但還好意識清楚 醫護人員緊急幫婦女包紮直血 骨折固定後送醫救治